跟着我们讲讲香港失业率 失业率的数据我们在3月17日 香港政府公布了香港在12月到2月 这3个月的失业数据 香港政府就说香港的失业率是去到4.5% 就业不出率是2.3% 失业人数去到179,000人 大概是179,000人 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数据 失业人数香港政府说 有158,000人失业 有158,000人失业 好了 这个失业数据大家马上听到 香港政府就说 在12月到2月 香港失业人数有158,000人 好了 跟着香港的林郑娥 就推出了第六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当中有一个失业的援助 他在3月23日开始接受申请 去到前日 总共的申请人数 已经突破了36万人 好了 香港政府审核了多少个个案呢 他还没说 但他就说 审核了个案当中 有6万人已经获得批核 这6万人获得批核 这6万人获得批核 就会下个礼拜 二开始的一个礼拜内 会收到一个自动转账 一筆过 是给1万元的资助给他 他度过这个四难关 好了 这个3月23日开始申请 去到前日有36万人申请 当中现在6万人在下个礼拜 将会批核了 他获得资助 究竟有多少个人 已经批核了呢 就是36万人申请里面 究竟批核了多少份呢 香港政府就说 原来有三成人 是不合格的 不批的 就是说 每十个个案 有三个个案 就是disapprove的 要怎么计算出来呢 如果有6万人 去除0.7 就是说成功个案是0.7 我们除了除 大概 香港政府已经批核了 就是85,700份的申请 3月23日 去到4月6日 总共用了 就是多少日 16日 除了16日 那就是香港政府 平均每一日 就大概批核了 5,300个案 我们计算了 我们有36万个案 申请了 选择现在 85,700个案 就已经看了 当中6万个批 2万多个不批 就是还有27万4千个案 是未处理的 每日平均 就处理5,300个案 就是说 香港政府仍然需要 52日时间 才可以批核 余下的36万申请 余下的27万多的申请 已经用了16日 还要多52日 即是说 香港政府 在今次第六轮 防疫抗疫基金 当中有关失业的援助 只是申请 就是申请程序 这个过程 总共要消耗 不算前期的组织 由3月23日开始计 去到完成 去处理所有申请表 申请表未完 今天还可以申请 所以数字仍然会上升 但是总共会用68日 68日 用超过两个月时间 即是说 3月23日 分分钟去到 去搞到 5月底 6月初 这个是不是一个 有出 有有有有有有 的团队呢 我觉得不是了 整个帮助 都是希望帮助失业的人 那我们怎样定义失业的人呢 原来香港定义失业的人呢 就是说 有人想找工作 而没有工作 如果他已经到了合法的工作年纪 就是15岁以上 就算他是家庭主婦 就算他是part time 学生 part time 学生 不算的 part time 学生 或者家庭主婦 在香港 都当是一个就业人口 労动人口 这个労动人口当中 只要他是想找工作 而找不到工作 就当失业 香港政府就说 香港政府量度的失业人数 是十五万八千人 但现在申请香港政府的失业援助的人 有三十六万人 那就是说 要么就是那三十六万人当中有人错 要么就是香港政府的失业率是错的 不reliable的 不是这个可以信赖的数据 现在暂时呢 在三十六万的申请里面 香港政府行动了大约八万五千多个 当中有三成 即是大概六万 有七成 即是大概六万人是批合 有三成是不批 即是说三十六万人里面 大概都会有三成人不批 即是说大概七成人批 即是说那三十六万人申请里面 大概有二十五万二千个 是真的失业的 而他呢 这个失业的苛刻程度呢 是严重的 因为他失业之余呢 他一定要在去年的最后一季 即是十月一日至十月尾 是一定要有最少一个月的工作 而且呢 是一定要呢 工作的收入是两千七百元 去到三万元 如果你在NPF上面记录 看到你超过三万元 你有三万零一元的工 你都没有资格申请 即是说呢 香港政府今次第六联合 的确计基金的失业 本身的定义呢 是比起香港的失业率的定义 是紧一点的 是窄一点的 如果人工高的话 他不当你是今次有得做补助的 即是人工高的人 他不会包含在内 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在去年第四季 没有工作的话 他是不管你的 但是香港的失业率 就不是这么计的 如果第四季 你是没有工作 是家庭主婦来的 如果是因为 或是什么原因 譬如你先生 是找不到工作 找你才是失业 所以你都要拋一身 去找工作 去帮補加計 所以在政府 在十月至二月的 失业率调查的时候 这个家庭主婦 变成一个 就是想找工作 而找不到工作的人 他都会计算在 香港政府的 失业率的覆盖里面 所以香港政府 计算的失业率 理论上 是高过 今次房仁区基金 所包含的失业援助的人数 或者是覆盖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相反的 香港政府告诉大家 上年12月到今年2月 失业人数是158,000人 但是现在我们 就是用最窄的方法去量度 即是第六轮的房仁区基金 当中的失业援助 现在申请人数是36万人 已经批核当中的8,000 已经审核当中 8万5千多人 当中的6万合格 2万多3万人不合格 即是说 有大约七成人合格 而合格的七成人 乘下36万 但有25万多人是失业 即是说 香港政府所给我们的数据 失业率是4.5% 是这么低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事 即是说 香港失业人数 应该远远高 香港政府所说的 158,000人 这是一个数据 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边查香港政府 有关批核失业援助的 即是说 第六両房区基金 失业援助的部门 现在你的人手是够不够呢? 是会不会因为 政府部门work份空所影响呢? 林郑说 21日才会逐步回复正常 包不包裹现在 批核失业援助的人呢? 失业援助的人 需要失业援助的人 那1万元对他们来说 是水深火热的 派消费券又要派券 又不派钱 现在很多人没有钱 没有钱吃饭 没有钱买菜 在这种情况下 批核这个防疫区基金第六轮 所有有关的逆周期措施 都是紧张的 都不应该拖来的 3月23日开始申请 已经迟了一点点了 接着 现在去到 完成的申请 可能要去到5月底 6月初 即是完成批核的申请 可能去到5月底 6月初 这个你如何去面对呢? 失业本身就是 上年第四季有工作 接着去到3月23日之前 有一个月连续失业 即是说 失业的时间 大概是1月至3月 或者10月至3月 10月至3月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要等到6月才派他申请 接着一个星期才过数给他 会不会太迟呢? 如果他1月已经失业了 你要6月才完成申请 6月初才派钱给他 他等半年才拿到他资助 那林郑月娥 你本身是希望帮助西洋人士的态度呢? 或者那个目标 还不做得到呢? 即是说 那个人失业 等你半年才批给他 不过我死了 即是说 香港政府呢 在批核这个失业援助的时候 你一定要加快批核申请 一定要加快的Efficiency 政府本身预计了30万人 是会获得批核的 所以现在最终如果真是36万申请 当中有七成合格 25万多 都在政府的预算之内 就不是林郑月娥所说的 突然间多了很多人 所以我们趕不及了 所以我们都崩溃了 不是的 是完全在政府预期之内 如果既然政府预期30万 现在有36万份 有25万人成功的 是完全在4月程范围之内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为什么搞了十几天之后呢? 仍然只有6万人批核了呢? 现在香港政府都要鞭策一下 要加快的程序了